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阿斯匹林的结构为例 为大家演示了Kamiro的绘图方法 这一节 我们来继续学习和绘图有关的工具 首先来看分子环工具 这里Kamiro为我们提供了十种简单的环工具 分别是从三元环到八元环的环丸厅 环几环的两种椅式构型 环无二息和本环 绘制这些结构时 只需选择需要的结构 然后在编辑区单击或者拖拽即可 若想在已有的结构上做环结构扩展 来完成更复杂的结构 那么你可以用鼠标指向原结构的关键位置 单击或拖拽鼠标 一个新的环就被连接上了 这里需要注意 如果鼠标追到的关键位置是一个原子 那么新的环会螺连到这个原子上 如果追到的关键位置是化学键 那么新的环会并连到这个键上 如果你想绘制更为复杂的拓扑结构 就只能用拖拽的方法了 关于环工具还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 在按下键盘Ctrl键的同时 单击或拖拽鼠标 绘制出来的将是一个不定域形式的公恶环 第二 对于环无二锡和本环这两个工具 由于是带有双键的不饱和环 因此双键在形式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悬项 一般情况下绘制这两个环的时候 起比和台比所确定的两个碳原子之间是存在双键的 而要想改变这个悬项 只需在画图的同时按下Shift键 这样 起比和台比所确定的碳原子之间 就是不存在双键的 也就是改双键在整个环中的悬项 第三 对于已是环几丸工具 如果选择这两个工具之后 直接在编辑区单击 生成的是横向的已是环几丸 如果在单击的同时按下Shift键 则可以生成数项的已是环几丸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分子链工具 分子链工具的使用方法和分子环工具大体相同 选择这个工具将鼠标定位到关键位置 按下鼠标左键的同时进行拉伸 即可绘制出分子链 鼠标旁边出现的数字表示链长 也就是分子链中碳原子的数目 当然也可以在关键位置或空白位置上 直接单击鼠标左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需要的碳原子数来完成 下面的提示信息是告诉你 当再次输入相同碳原子数的分子链时 可以按下Out键再单击 这样就可以生成相同长度的碳链 Out键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改变分子链的大小比例 配合分子链工具使用的还有一个功能键 就是Ctrl键 它可以改变分子链的方向 当你通过拖拽的方式来绘制测链时 鼠标移动的方向决定了测链的伸展方向 如果鼠标的方向改变了 整个碳链的方向都会发生改变 但有些时候我们希望画出弯曲的侧链 这时你就可以在拉伸的过程中 配合电脑键盘上的Ctrl键来一起使用 按下Ctrl键的同时进行拉伸 碳链的方向将随时跟随你的鼠标方向而改变 但不会影响先前绘制好的碳链 用这种方法可以一步画出比较复杂的分子链结构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化学键工具组 化学键工具组的主要工作是对已有的化学结构进行修整 虽然用单键工具也可以绘制分子环和分子链 但和我们刚刚学习的分子环和分子链工具相比 这种方法的工作量太大 尤其是绘制大型复杂结构的时候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先用分子环和分子链工具 对化学结构的骨架进行粗线条的绘制 然后用这些工具加以修改 单键工具比较简单 它有两个作用 一是可以生成一根独立的单键 二是在已有的化学键基础上单击或者重叠拉伸 可以生成高一级的不饱和键 比如在单键上重叠拉伸 可以生成双键 进而可以生成三键和四键 如果在四键上进行重叠拉伸 就可以再恢复成单键 多键工具集成了八个子工具 依次是双键 双黑键 易构键 方向键 双绝键 配位键 三键和四键 这些工具和单键工具类似 也是既可以独立绘制多键 又可以修改原有的化学键 这里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就是双键的侧向 对于链状结构中的双键 有上侧、下侧和中央三种侧向 对于环双键 相应的有内侧、外侧和中央三种 改双键的侧向有三种方法 一是单击要改双键 三种侧向会依次循环的出现 二是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Bound Position选项 在这里更改双键的侧向 三是鼠标指向要修改的双键 用电脑键盘上的L、R和C三个键来控制双键的侧向 接下来的七个工具是立体化学键工具 使用方法和前面的工具类似 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大家可以通过实践来掌握这几个工具的用法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三种斜行键是有方向的 单击一个已经画好的斜行键 就可以改变这个方向 对于有立体构型的化学结构来说 Camidro还允许你对分子的构型进行标注 选择一个具有立体构型的分子 单击Object对象菜单 选择标注立体化学选项 Camidro就会在构型碳原子上自动标记出相应的构型 如果想改变这个构型 生成圆构型的悬光翼构体 操作也很简单 选中这个化学式 在Object菜单中单击Flip Horizontal水平翻转 或者Flip Vertical垂直翻转 或者按相应的快捷键 就可以把原来的结构进行悬光变换 这个功能也可以在右键菜单中找到 Object菜单里还有两个类似的选项 水平180度旋转和垂直180度旋转 但这两个选项的结果是使化学结构发生旋转 而不改变原来的立体构型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 Camidro提供的这些化学键工具 有些是有快捷方式的 这里我给出了快捷方式的键位图 快捷方式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只需把鼠标追踪到需要添加或修改的位置 按下相应的快捷键即可 比如W键的作用是10斜行键 绘图时只需把鼠标移动到相应的位置上 按下电脑键盘上的W键即可 再次按下W键 就可以改变斜行键的方向 这里的L、R和C三个键所代表的快捷方式 就是前面提到的控制双键侧向的第三种方法 快捷键F的作用是使化学键前置 这牵扯到单元层的概念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学习 右面小键盘的数字键和主键盘的数字键功能是一样的 可以用来改变键的重述 现在给出的是小写字幕键盘的快捷方式键位图 也就是大小写锁定键处于关闭状态 下面这张图是大写字幕键盘的快捷方式键位图 和前面的区别就是H键在小写状态下是虚写形键的快捷方式 而在这里则是切割键 这一节我们学习了基本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和一些技巧 熟练应用这些工具 根据要绘制的结构式特点进行合理的排列和组合 将非常有利于你的绘图工作 下一节我们将继续学习主工具栏的其他功能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 感谢你的观看